二十一世纪 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 为了追求竞争 企业规模越变越大 台湾在整个产业的发展 慢慢发展到ICT产业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它百年来 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 在经营的时候 其实它能够展现出来 是它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 一种地方性的一个 一个独特的这样子的性质 一般来讲 大家都会觉得说 百年老金是代表什么都不变 其实百年老店不仅要变化 而且变得比谁都快 全世界有很多老品牌 它也是吸水长链 百年老品店很多 可是你要 它也可以让你 让你成功 也可以让你失败 维系在你这个定位的清楚 跟你怎么样去经营 但是在它的那个时代 其实它是很保守的 非常保守 它只要一家店就好 其实客人真的 还不少耶 但是我爸就是 还觉得说 这样就可以了啦 你知道那个想法 然后就是比方说冷气流的时候都舍不得开 夏天的时候都舍不得开 这是我所观察到在台南的一些 那种老店 常常会有的这种想法 就是你比较不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去思考说 我们要怎么去让他用餐吃得舒适啊 然后感觉说 可以招呼朋友一起过来这边 对不是纯粹就是 我就是来吃这样子 吃完然后就走这样子 但是这过程是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来自台南的杜小岳 拜托台湾小吃的既有形象 大量运用鲜明的色彩与设计 赋予古老品牌全新的生命 更为台湾道地的小吃找到一条新路 原来一碗简单的淡仔面里 扎实的技术与不可替代的口感 透过新世代的创新 魅力继续传承 高饼业的老字号 郭元毅企业化经营传统喜饼 企图建立属于自己的高饼王国 就是民国七十二年 电话之下能够再逆境突破 我觉得是关键的地方 除了喜饼市中生大事中的重要元素 婚纱是另一项新人们采买的重点 郭元毅跨足婚纱市场 结合业业 以创造更大的利润 其实多角化的经营里面 一直在公益的布局里面 它其实就是一定要走的路 那只是说我们在过程里面 会去很省慎的去检视 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自己的资源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多角化过程里面 创造出来的价值感也会不太一样 它每个品牌的使命跟目的 也都不一样 台南的五万醇香行 曾经繁华一时 制成的台湾香 外销东南亚与日本 师傅纯熟的技术 让竹汁反复裹上多种香料与药材 曝晒太阳下完全手工的制法 今日也不免遇到挑战 所以我希望把传统保留下来 可是时代是不停地在演变 将来的包装各方面 我会配合时代的潮流 也就是朝向兼顾传统与现代 另外也要告诉很多人 台湾本身有不少百年企业 这个当然追求利润不重要 但是它在意义的传承是有意思的 我们都以汉人自居 好,就行,汉香 这里面的那个竹筒 这个竹筒 也是设计家帮我们规划 这个就是说打开里面换香 所以你只要买一套一切齐钱 不义再买香乳 打开香 那护一个竹筒就换在竹筒 每一个竹筒都有 所以这个我们就跟他先取名叫做台式的汉芋香 台湾式的汉味的芋香 因为如果换在香乳素香就变成纯粹是宗教代代 但是这样跟他吞摆 大家就知道这是品香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 吴教授为家族代代相传的香 不但重新包装 命名为台湾汉香 更为传统香找到创新用途 我想所谓文化者是市民生活最基本的 而相似台湾400年来这市民生活必需品 而这个必需品我们让它延续下去 就只以来代表台湾文化 但是我们呼吁它最现代化的包装 可以在全球上跟其他一看 这个有传统啊 有现代啊 这样文化才能够呈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